有時候也就靈也就行 也很醜味 為什麼呢 這個相關的籤詩 你可以發現它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三個籤詩裡面的詩句 完全一模一樣 花開金以結成果 富貴榮華中到老 君子小人相會合 萬事清吉莫煩惱 這可不是去故意 哭手造假 因為你可以發現 是在不同的宮廟就對了 那麼在這個白色的籤詩上面 其實是陳柏惟在今年春節的時候 自己去挑出來 我們台灣就是挑 拜拜之後會挑戰 如果是你的話 你一個相簿這樣 然後緊接而來 那麼來自於清水的這個 中間這一支 是半年前的支持者所抽出來的 最近這個禮拜 在民間 南童的民間 另外一個宮廟 也抽出了 這一模一樣的三支籤詩 至於這三支籤詩是什麼意思 大家自己去心領神會 這簽應該是不錯的簽 聽起來是不錯的簽 萬事清吉莫煩惱這樣子 花開金已結成果 那麼也就淋也就行 所以為什麼這樣特別這樣講 但是不要特別去造假一些東西 有人就假借簽詩 這次包括這次也好 包括韓國瑜要選 2018年國雄起定的時候 就有人造假簽詩 然後要選總統的時候又造假了一遍 所以這種造假的方式 而且現在因為你知道在網路上面 利用這個電腦繪圖等等 假的像真的一樣 以假亂真 那麼陳柏惟剛剛去講說陳柏惟 那麼關心中國比關心龍井地方多 陳柏惟算是在算立定 或是在算起民代表嗎 什麼叫做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是要來立法院開會的 國防外交委員會是國家大師 國家大師的情況下 他還會設五個服務處在地方服務 他們比較年輕 所以有可能他們的 服務人員 或是他們的服務處 沒辦法全部百分之百 給鄉親麻煩 不過他們都沒有處理 都沒有算去跟他們穿上服務 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你們如果說他們全部都沒有服務 說可以找不到人 要找不到人 我就說 朱惟倫在做新北市長的時候 一月之後就放棄 四百萬新北市民 跑去選總統 有什麼主意說 那時候的朱惟倫 才讓四百萬新北市民找不到人 可是瑞德哥我想請教 你剛剛拿那個籤詩 我們最後一句是 萬事清疾莫煩惱 所以感覺不錯對不對 可是他的第三句是什麼 君子小人相匯合 因為我太少說了 因為那一禮我有去 我不知道是在說我還是說別人 我不知道 到底想滾住 想消靈我不知道 不過我知道說 那麼事實上 為什麼去那些地方 國王我自己的私房錢 貼高鐵票去的 你搞清楚 你知道嗎 為了要彌補對不對 所以我還要一穿葡萄三分母子 就對了 所以你要 因為在十周年 學分紀念念 你穿葡萄又要嚇死了 那我自己買 就要買不下去 要讓太太吃了對不對 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你不可以看一個年輕人對不對 好不容易有一個奮鬥的機會 為鄉親 服務 他也做得那麼好 做得不錯 他都不缺席 結果你說他很平坦 都沒有在服務 沒有給人當作一輩子 說他在練小月 說他對國家大事對不對 比對地方鄉親服務更好 Q處理 如果阿強打開 我說坦白的 別說榮靜 全台灣都畢形恢復了 哪有可能還有地方的存在 我相信春節的時候 為什麼陳柏惟會去抽這個簽詩 後續應該有一些支持者 為什麼會去抽這個簽詩 從這個大概二月的時候 罷免團體的開始叮噹 他們就開始連署了 對這個陳柏惟來講 他心態上面也覺得 我怎麼做得這麼賣 我這麼認真 我這順 我該提案的 該做的事情 該監督都做了 我有這麼賣嗎 可能心裡面有一些需要 神明來解惑 我們之前討論過 央視海峽兩岸節目裡面 有人公開對朱立倫下指導旗 叫他勇敢要全力投入罷免陳柏惟 朱立倫真的很聽話 這兩天賣力演出 那再加上這位日本議員 他先表態不認同罷免陳柏惟這件事情 後面他們的議會 神父的議會 通過要支持台灣加入WHO的 這個西太平洋這個活動的時候 中國的使館干預又來了 我跟中國這位總領事講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所以管好你們自己就好 不要管台灣的事 如果朱立倫講的是對的 是合乎邏輯的 也就是說認為陳柏惟 以前做過什麼事情 還是以前做過什麼事情 那麼陳柏惟應該就是 這個等於說壞人 然後蔡英文就不應該 跟他站在一起 那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朱立倫講的是對的 那朱立倫就是跟台獨站在一起 為什麼 鄭立倫啊 這幾天鄭立倫 以前就是台獨分子啊 就是支持台灣獨立的 他不是最反台獨的嗎 我是說朱立倫 如果朱立倫 所以我說朱立倫的邏輯 如果成立的話 那朱立倫的邏輯成立 那麼鄭立倫過去主張台獨 主張獨立建國啊 那麼所以朱立倫就跟台獨站在一起 他就支持台獨 朱立倫聽了以後會覺得很爽嗎 聽了以後會覺得 那麼這是真的嗎 所以朱立倫 胡說八道 朱立倫的邏輯是一塌糊塗就對了 整個國民黨站在一起 搞不好真的拼成歌六法全輸 刑法 民法 商業法什麼法 你們都有違背過啊 那如果說你今天突然之間 你要用同樣的標準來檢驗 誰會的3Q哥 他唯一犯的是什麼法 其實就是趙逃 他有沒有認錯 有沒有付出代價 有 那至於賭博 是你們活生生給他栽贓人家的 那人家那個傅崑奇 現在這個不是栽贓的 他是官網 現在是假釋案在身後 他是證交法 現在積極想要回國民黨 所以我們就等著看 他們國民黨到底要怎麼處理 至於剛剛提到的大人 大人我個人認為 他是更生人最佳代表 就是說所以大家不要這樣子 你們自己就一個更生人最佳代表 你為什麼還要拿這樣子 來檢視別人說 你可能有賭博知嫌 而且他只是知嫌 事實上人家不起訴 根本就沒有這件事 再來從社會的一個角度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他們已經直接 朱立倫講到說 你蔡英文跟 毒跟毒站在一起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他已經要故意 把整件事情升格成一個藍綠對決 藍綠對決的目的就是希望 他們把這個 登成第一張骨牌 從現在開始直接到 如果這個真的罷免成功 他就開始北上林昌佐 林昌佐罷免成功了 他現在就要開始弄到 你年底的一個四合一個公投 這個代表事情 所以顯見他們要遍地開花 他們要用這種方法 來全面的杯葛民進黨在台灣的一個執政 所以這個其實是蓄意挑起社會對立 如果我們不希望社會這樣對立下去 我們應該在第一個骨牌 就把它給擋下來 第三個 從國家的安全的角度來講 你說那個日本議員 難道他是突然睡醒 你會這樣覺得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看到就是說 從央視下指導期 再加上國民黨對於所有的 包括我們現在講說 台灣跟中國互不隸屬部分 國民黨竟然是站在一個質疑的角度 難道你們認為中華民國隸屬台灣嗎 所以親中勢力會不會在台灣的一個議會 繼續擴張下去 其實關鍵就在這次陳柏威的罷免案